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确实很困难 家住台北的75岁灵性老翁 因想念53年前在高雄服役时的同胞弟兄 还曾专程开车到苗栗寻找 但仍拜心而归 哇,那真的是蛮有毅力的 驻台北市的灵性老翁 请求警方协助找寻53年前 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的一名灵性同胞 老翁说他很想念当时一起服役的弟兄 当他到苗栗时才得知 他在多年前早已迁居到苑里镇 警方依灵性老翁提供的线索 运用警证系统多方交叉比对 最后查到苑里镇上有名与林翁提供的资料相吻合的对象 警员还打电话与对方确认 在两头联系以后 警方将两位75岁老翁约到派出所 才让这对老兵隔了半世纪之久还能重逢 那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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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告诉他到车站怎么走 第二个单字 你那张照片照得很好 你那张照片照得很好 第三个单字 是世纪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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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rt has passed down for centuries 这门手艺已经传下来好几年了 The art has passed down for centuries 这门手艺已经传下来好几年了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警察 police 照片 photo 世纪 世纪 那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